躲避球太暴力 作家建议禁止 引发争议 小学时 体育课跟午休时间 不是都会有很多人打躲避球吗 不过 有个叫福布元气的专栏作家 却在推特说 学校应该要禁止这样的运动才对 引发了网友们热烈讨论 躲避球最早是在大正初期 出现在日本校园的 这是一种两队互朝对方杂球的运动 5月30日 专栏作家福布在推特上写道 像他人杂球很野蛮 有学生会用这种运动霸凌别人 学校应该赶快禁止这种运动才对 网友纷纷附和 我也很讨厌躲避球 为什么玩个球一定要这么痛 而反对的意见也比比皆是 网友说 为什么会想要禁止呢 该禁止的是霸凌而不是躲避球吧 躲避球很好玩啦 没想到网友反应这么热烈 福布再次发文说 禁止跟霸凌是他主观的认定 他也反对全面禁止躲避球 但主张应该让人有自由参加的权利 你觉得躲避球很暴力吗 躲避球跟霸凌有什么关联呢 请留言告诉我们 TOMO NEWS原创LINE贴图第二波开卖咯 快来下载吧